月热已久的腾讯星光大赏终于如约而至 一早公布的名单可谓阵容超强 从85、95花旦、小生到老戏古大清衣全部涵盖 重点是这一次都是带着作品而来 所以愈发有底气 乌磊在2023星光大赏上获得了年度卓越艺人 颁奖人恰好是胡哥 兄弟俩再次通况 引发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尖叫声 之前胡哥和于和伟、雷佳英、沈腾等人 坐在了第一排的中间位置 这也足以体现几位老干部如今的分量 但这样显眼的位置也绝对是拍照的绝佳点 三张图递进看下去 几位的精神状态从开始的苦苦支撑到之后直接躺平 真的有被几位大佬可爱到 开始胡哥是极力强打精神的 太疲惫导致他似乎强撑也很难撑得住 台上在讲话时他试图用力睁开眼睛 但最后还是敌不过昆毅太浓直接关机了 弹幕中网友们都被这一幕可爱到 看他的样子是真的困到不行了 但是到了吴磊临降的环节 他又生龙活虎了起来 一念出获奖人吴磊的名字 胡哥已经激动到鼓掌鼓出残影 咧嘴大笑 甚至紧盯着吴磊从观众席走上颁奖台 吴磊的反应也很逗 上台后 胡哥本想直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吴磊却要装出大人模样 先是和胡哥握手 然后才拥抱 将麦克风摆正 吴磊发表获奖感言 胡哥就一脸骄傲站在旁边 眉眼呆笑 余有容颜 更搞笑的是 此时的赵露丝 为吴磊的获奖感言鼓掌 而他身后的王安宇 看到现搭档位就搭档鼓掌 有点不适滋味 吴磊和赵露丝合作的心悍灿烂 收拾和口碑双丰收 王安宇和赵露丝合作的身影 正在热播中 吴磊说完获奖感言 主持人与莎莎和杜海涛都请吴磊留步 因为大家一看到胡哥和吴磊同框 都想让他们多聊几句 吴磊突然想起 由胡哥 马依黎 唐嫣 新之类主演的电视剧《繁花》 将于12月27日开播 联盟趁此机会帮大哥宣传 而在此之前 胡哥等人等台时 吴磊听到胡哥新剧定档的消息 已经笑出了花 胡哥说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为吴磊颁奖 看着他不断成长 好像就是在看一场星光大上 非常骄傲 这一幕让人梦回苏哥哥和飞流弟弟 如吴磊所说 我有在好好长大 优秀的人总是能够在顶峰相见 看到苏哥哥如此不利一眉之词 一旁的吴磊有些害羞 笑得脸上要绽放出花来 但是仍然没有忘记 为胡哥的繁花打扣 吴磊卓越这个词蛮重的 向各位卓越的前辈学习 有不卓越的剧繁花药上了 肥流弟弟获奖 胡哥的海报是鼓掌 也被震撼到 这一幕让多少狼牙榜 骨灰级粉丝的DNA动了 娱乐圈狗心斗角常见 法子内心的友情却也难得 但说到底 人品是一个人 在任何行业的立足之本 优秀的人总能互相吸引 也期待胡哥的繁花 吴磊的在暴雪时分 截至目前 胡哥和吴磊已经合作过三次 一搭是拍摄电视剧《少年杨家将》 两个人饰演不同年龄段的杨六郎 当时吴磊七岁 虎哥二十四岁 二搭是在狼牙榜中 饰演梅长苏和小肥流 三搭是在不虚此行里 分别扮演文善和小影 小影是文善的具象化的未尽之士 是文善的自我投射和镜像化自我 导演找兄弟俩出演这两个 类似灵魂伴侣类的角色 就是看中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吴磊在接受采访时分享说 我俩第一次合作 说实话我有些不记得了 只对在杀情宴上跟他吃饭有一点印象 第二次排狼牙榜 印象特别深刻 在戏里我演比较幼稚的飞流 每天在现场就傻乐 对完台词 导演给我讲完戏 我就演自己的 第三次则更像是两个男人在对话 加上我也成年了 但我俩还是狼牙榜那时候的相处模式 他还总问我 是我太成熟 还是他太幼稚 我说那必然是你的问题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在某次活动上 观众提问吴磊 最近你的骑行blog 不管从感觉还是形式上 都和虎哥越来越像 吴磊搞情商回答 无论是骑行还是什么地方越来越像 那是因为我俩一直都在路上 随着狐哥和吴磊年龄 演技的愈发成熟 希望尽快看到他俩的第四次合作 一场星光升典再次聚集了内娱歌色明星 其中不乏一些人气CP 在众人都在关注杨子坛剑刺 王赫帝田西威这些大热CP之际 有眼间的网友发现昔日大火的CP赵露丝 吴磊也亮相了星光升典 并被网友秀出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当天赵露丝是和神隐剧组一起亮相 走红毯时 神隐男主王安宇也是神识感十足 一只手从后面护住赵露丝 一只手在前面引路 之后两人又站在一起 一个西装笔挺 一个水墨高顶上身 无论古装还是现代装都十分般配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 网友显然还沉浸在心悍灿烂的CP中 直言无泪看赵露丝的一个眼神 往安宇一晚上白干了 的确当天吴磊和赵露丝虽未同台 但一些细节却让CP粉直呼磕到了 这次星光盛典 吴磊荣获腾讯视频星光大赏 年度卓越一人荣誉 作品在暴雪时分 也斩获最受期待作品 吴磊领奖发言时 镜头却切换到台下的赵露丝 赵露丝换了一个造型 又披上毛衣 在滤镜的作用下微笑着鼓掌 眼神十分温柔 意识到有镜头拍摄时 赵露丝的眼镜更是迷成了月眼 其实镜头没有切换到赵露丝的时候 他也一直盯着吴磊目不转睛 眼神亮晶晶的仿佛有星光在闪耀 这一幕也被眼间的CP粉捕捉到 感慨在这两分钟的特写中 他盯着他上台 看他发表感言 全程看还鼓掌 这边赵露丝看吴磊眼中有星光 那边吴磊也被拍到多次偷瞄赵露丝 当天吴磊和赵露丝虽然都坐在同一排 但位置隔得很远 如果不是特意去看 根本不会挑那么远 CP粉晒出吴磊偷瞟赵露丝的画面 询问一句懂吗 有网友质疑 当时大家都在看赵露丝的方向 CP粉却表示 大家没在看的时候 他也在看 的确赵露丝在起身后 吴磊只勾勾的盯着赵露丝 受伤也在一同鼓掌 一同鼓掌关注的 还有吴磊身旁的张婉毅 而在两人身后的胡一天和钟楚希 却压根没有看赵露丝一眼 之后张婉毅眼神飘向别处 吴磊依然盯着赵露丝的背影 眼神始终随着赵露丝一动 从后背图也能看出 其他明星各有各的关注点 吴磊的关注点却始终在赵露丝身上 再看吴磊看赵露丝的眼神 苏感十足 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也让网友直呼磕到了 粉丝也晒出过吴磊的眼神对比 看普通人士面无表情 颜色清冷 但看到喜欢的人时 眼波流转 白转千回 对于两人的状态 CP粉无不感慨万千 直言互相目送上台 互相击掌 真心为对方开心 2022年 赵露丝和吴磊因星汉灿烂结缘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迎平情侣 这一年来 两人的感情纠葛不断 即便如今CP粉依然深陷其中 其实想想 两人即便不是情侣 也是战友 都是真心为彼此的成功感到开心 在那一刻 是不是真情侣 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